画面上阑线还不停的在晃动 往下一看枯树枝就这样倒在路边 施发时间在26号上午 当时新竹县议员张一生 正开车前往丧家悼念途中 在新京竹62线3K路段时 一颗边坡上的路树就这样倒在马路上 他的车子差点撞上 吓得一行人赶紧下车查看 大概差两秒 整个树木就倒下来到我的车上 我们分析过这个原因 大概它是属于因为高山海拔 树林还有温度的问题 同样26号晚间在竹122线道 也发生枯树木倒塌的状况 索性无人员伤亡 不过连续发生路树倒塌 是让民众担忧 希望相关单位介入处理 武峰乡长允诺将在代表会上提议 要求未来定期做修剪树枝等改善工程 就乡公所跟民众好好都很好 看他们要求改善 这样子可以让你永远安全 我们县道乡道的部分 我们做一个开口企业 做一个整理 当然把这个枯树 以及整个的道路的两边树枝 能够统一的整理 议员张医生也将在临时会提出改善计划 事实上武峰乡民除了随时可能面临树木倒塌的意外之外 过去竹122线道太过狭窄 也常造成车祸发生 终于在今年针对部分路段 进行排水道加盖的工程 让两边汇车更加安全 人事新闻是一顾新竹竹东武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